在被美国遏制两年多以来,国内芯片行业终于等来了一个转机。 两国半导体协会要开始交流贸易限制问题了。 3月11日,中美两国半导体协会宣布,将共同成立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限制工作组。 两国协会已经明确传达了信息,希望通过工作组加强沟通交流,促进更深层次的相互理解和信任,应对两国之间的深度分歧。 工作组计划每年举办两次会议,分享两国在技术和贸易限制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,并在芯片限制问题上定期进行沟通。 而中美行业协会之间建立工作组,能否解决中国的高端芯片问题? 美国半导体协会能否具备足够的影响力是关键。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是协会,也是游说团体。 它成立于1977年,会员涵盖了美国绝大部分的半导体公司。 对于上届美国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,协会立场非常明确。 反对提高对华芯片的贸易壁垒,他们认为芯片行业需要依赖全球产业链。 贸易壁垒对中国影响很大,同时也会冲击美国的半导体行业。 但是美国协会未能说服上届政府,回望上届美国政府坚持美国优先,以芯片为武器对中国展开制裁,极大打击了中国科技行业的发展。 而对比川普政府,拜登政府倾向于优先考虑跨国科技公司的利益。 所以拜登刚上任,多家商业利益团体的协会代表,就急忙向拜登致信,称芯片供应问题为国家优先事项。 拜登也立即签署了行政命令,保证芯片供应,同时还与台积电达成合作。 而今年三月份,松绑中芯国际制裁,就被市场一些人理解为,中美芯片贸易会出现转机。 而且就在昨天,市场有消息说,美国国务卿布林肯,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,下周将在阿拉斯加,会见中国代表,双方将就部分深度分歧,进行磋商。 芯片行业和两国政府同时交流,此次中美半导体协会共建工作组,时机也值得玩味。 目前,中国芯片行业还在水深火热中,奋力突围。 这不仅体现在,美国发起的,对华芯片行业的,全面封杀下,行业面临,技术壁垒问题。 也体现在芯片行业,目前普遍存在,高投入,短期低业绩回报的困窘。 芯片制造,又是台湾的天下。 这里必须得先说,台湾最大的企业,台积电。 正是台积电的出现,才把芯片的设计和制造分开了。 2017年,台积电包下了全世界晶圆代工业务的56%,规模和技术均列全球第一。 市值甚至超过了英特尔,成为全球第一半导体企业。 除了台积电这个巨无霸,台湾还有联华电子、力金半导体等等,连美国、韩国都得靠边站。 而大陆最大的代工厂就是中芯国际,还有上海华丽微电子也还不错,但技术和规模都远不及台湾。 虽然在3月1日,美国似不为已批准,美设备厂商向中芯国际供应14纳米级以上设备的供应许可。 但这些技术,在芯片领域,已经不是前沿技术。 中芯国际想要在高端芯片领域,有所建树,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 漫长的发展之路,中芯国际或许等得起,但需要芯片的厂商们等不起。 就有手机厂商表示,整体芯片市场都处于缺货状态,主芯片小料都缺货,包括电源类和射频类的元器件。 由于芯片短缺,全球手机乃至于汽车厂商都在担忧着自己的产能能否挺过这段时间。 2020年,全球汽车企业都在将汽车作为万物互联的重要部分。 在新能源汽车的催动下,传统车企的众多车型都在为汽车添加车联网技术,加强智能化趋势。 而汽车的众多智能化功能,都是由各种传感器芯片在支撑着。 从整个芯片行业的等级划分来看,分别有军工级、车规级、工业级和消费级。 其中车规级芯片对于可靠性、一致性、稳定性要求更高,仅次于军工级。 如今,一辆普通汽车至少要安装40多种芯片,高端车型则需要150多种。 没有芯片、智能汽车的概念就只是个空中楼阁。 这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需求缺口。 根据机构预测,2021年第一季度,汽车产量将会比最初预期少67.2万辆。 在一位通用汽车中国区高管的记忆里,这一轮全球性缺芯的情况,前所未有。 摩根大通分析师预计,全球半导体芯片缺口,最高可能有30%左右。 全球芯片不够用,想要芯片的厂家,就只能加价买。 目前,全球已有超过40家上游半导体厂商,宣布涨价。 存储类芯片价格涨幅,在20%至30%之间,主控芯片涨幅约10%至15%之间。 一些小的芯片,涨价幅度达到30%至40%之间。 但比涨价更令人苦恼的,是有钱也买不到货。 在恐慌情绪蔓延之下,厂商之间的芯片争夺战,就此展开。 2020年下半年,OPPO手机加单至1.1亿部,欲为2020年上半年的一倍。 每个手机玩家都明白,芯片就这么多,我拿得多一点,别家就拿得少一点。 每部手机都要用芯片,有多少芯片就等于有多大的产量,相当于提前锁定了销量。 各大手机厂商的加单备货,让芯片工厂的产能成为稀缺资源。 生产能力和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,导致国内每年在芯片进口方面也耗资巨大。 2020年,中国芯片的进口额近3800亿美元,折合人民币超过了2.4万亿元。 国内集成电路设计业的消费需求,在全球占比为34%,但是国内的生产能力,只占全球的7.9%。 其实,中国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 2014年,随着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钢要颁布,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启动。 全国各地就掀起芯片产业发展热潮,一个项目投资,动辄数百亿元,乃至数千亿元。 例如轰轰烈烈的武汉红芯项目,川成都的革新电路,陕西的昆铜半导体,淮安的德怀半导体,贵州的华新通半导体等。 但这些公司,无一例外,尽数崩塌。 其中,武汉红芯的倒塌,更是令人唏嘘。 武汉红芯总投资额约200亿美元,约合人民币1280亿元。 主要投资项目为,预计建成14纳米工艺生产线,总产能每月3万片。 并且在规划中还要建成,总产能每月3万片的7纳米以下工艺生产线,以及金元级先进封装生产线。 美好的想象,没有敌过残酷的现实,短短一年多时间里,分布于江苏、四川、湖北、贵州、陕西等5省的6个百亿级半导体大项目,先后停摆。 这批芯片项目,没能推动中国芯片往前大发展,烂尾潮反而成了芯片发展的阻碍。 芯片对于中国工业和消费领域发展至关重要,无论是医疗、制造、计算机还是云计算,都需要算力支持。 回顾历史,中国在芯片技术发展上花了大力气,但由于缺少自主标准和应用环境,没有形成芯片垂直领域整体创新,而多个项目盲目上马最终崩盘,导致芯片技术后续发展乏力始终处于跟跑状态。 现在的中美芯片协会工作组建立,中美代表在阿拉斯加深度会晤,在将来到底能沟通合作到什么程度还不好说, 但至少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信号。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拜登上台后,虽极力抹黑川普政府,但对华制裁,这一政治遗产,却也是欣然地接受。 截至目前,并没有太多有影响力的表态。 现代技术市场中,发达国家跨国公司,对核心技术和市场终端,进行垄断,形成竞争优势,可以收割全球产业链,绝大部分附加价值。 川普政府制裁中国科技企业,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企业攀登顶端。 目的也是为了守住全球产业链最肥瘦附加价值的宝座。 毕竟最大的蛋糕,谁也不会轻易拱手相让。 中美之间的芯片产业,在未来必然存在对立竞争的矛盾冲突,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存在。 所以,说芯片产业的转机真的来了,其实还言之上早。 感谢观看